周星驰和梁朝伟 一个是喜剧之王 一个是电眼男神影帝 他们相识于威时 一起携手走过懵懂的轻松岁月 在各自的事业版图里笑傲江湖 以防几十年过去了 昔日的英雄少年如今都白了头发 然而沉淀了几十年的友情 却如同酒存在橡木桶内的红酒 醇香浓郁依旧醉人 他们俩都生于1962年 又同是六月出生 周星驰只比梁朝伟大五天 就连两人的身高 都是一米其次 提起他们的相识 坊间流传着两个版本 版本一 他们因为着急去看 李小龙的电影《猛龙过江》 两人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相撞 到了影院 又发现买在香林的座位 因而相识 版本二 梁朝伟的同学 喜欢周星驰的姐姐 交往初期 两个当事人都害羞 于是把两盏电灯泡也叫上了 不知两位当事人后续发展如何 反正两盏电灯泡 倒是因为都喜欢李小龙而成了朋友 梁朝伟性格文气内向 不会武打搏击那一套 但他对武侠世界一心向往 周星驰却是付诸行动的那一个 小时候因为痴迷武术 他热衷把绿豆炒热了炼铁杀掌 还只用右手炼 理由是万一有什么意外 起码还能保住一只手 除了共同的偶像李小龙 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 还有相似的家庭环境 周星驰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他和母亲姐妹一起住在九龙平民区的木板房里 梁朝伟也是在十岁时被父亲遗弃 梁朝伟就读的学校有很多富贵的同学 自从父亲离开的那时起 他就感受到了与他们之间的隔阂 无法再玩到一起去了 周星驰的出现无疑是阻止他走向自闭的一道闸门 而周星驰呢 其实他挺仰慕梁朝伟的 据周妈妈在一次访谈中爆料 说那时候星仔看围仔穿的衣服好看 也买来穿 一来二去 钱花完了才罢休 可以说年少的时候 他们是相互温暖的一种存在 1980年 周星驰做了某电视台的特约演员 但他一心想考TVB的艺人培训班 便怂恿梁朝伟陪他一起去报考 彼时梁朝伟的人生理想 还是当个电器行的经理 对做演员兴致不高 但禁不住周星驰的怂恿 无可无不可的去了 星仔为了应付考试 可谓用心良苦 他担心自己174的身高不够格 花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买了一双增高鞋 结果身高同样是174的梁朝伟被录取了 他却落榜 还好 这个陪朋友考试 朋友没被录取 自己却中榜的故事没有烂俗下去 没多久 周星驰还是想尽办法 考进了无线培训班的夜检部 培训班结业之后 梁朝伟无疑是幸运的 他在一档儿童节目430穿梭机 做了半年的主持人 就被欣赏他的监制调去拍电视剧了 而周星驰呢 他作为接替梁朝伟的主持人 在430穿梭机待了整整五年 加上跑龙套的生涯将近八年 那时候的TVV 每个一讯班学员 只给你一次主角的机会 如果火了 就一直当主角 如果没火 对不起 以后就只能跑龙套了 梁朝伟把握住了机会 周星驰却没用 于是梁朝伟扶摇直上 周星驰却在龙套堆里打转 最郁闷的 莫过于在梁朝伟单纲主演的片子里 跑龙套 相承浪子 孤独状元 再见19岁 都是梁朝伟当主演 周星驰跑龙套 1983年的北斗双雄 梁朝伟和周润发单纲双主演 那时发哥因为上海滩的走红 已经是大咖了 梁朝伟和他平起平坐 周星驰依然是龙套 当梁朝伟以位列无限无虎将时 周星驰还在跑着路人甲 或匪兵椅的龙套 有人问周星驰 是不是会忌妒梁朝伟 他回答 在训练班的时候 北斗的表演 就是老师让大家学习的范本 我会努力追上他 但肯定不会忌妒他 说是这么说 但以兴哉的性格 这口气肯定是憋着的 幸好 憋了六年之后 他终于浮出水面 可以扬眉吐气了 90年代 是周星驰和梁朝伟两人的黄金时代 昔日的好友 终于再度比肩而立 那些被命运抛物线掌控的高低起落 并没有离间他们的友谊 两人一起接受采访时 还会相互搂肩搭背 打打闹闹 那时 他们都已进入儿立之年 周星驰是个重情的人 他每一部无厘头的电影 其实都在说一个情字 重情的人自然也重义 他曾经公开说过 梁朝伟和李修贤 都是他心目当中重要的人 而梁朝伟呢 兄弟也好 爱人也罢 他都不太会把感情挂在嘴上 但是会闷在心里 周星驰上电台做节目的时候 曾经吐槽 说有一位老友 一喝醉 就打电话过来骚扰他 跟他说 星仔啊 好好照顾自己 他虽然没说出这位老友的名字 但听者心知肚明 那人就是梁朝伟 男人之间的友情 有时候很别扭 他不会像女人那样 擅长用日常亲密的相处来传达 他可能平时江河湖海各行歧视 但你想起我的时候 我始终在那里 周星驰和梁朝伟也一样 成名之后 一个在喜剧领域做自己 另一个在文艺片领域 做忧郁的影帝 除了1999年在《玻璃尊》里 两人曾经一起出镜 给成龙配过戏之外 别的再也没有交集 曾有人问梁朝伟 为什么没有跟星爷合作 韦仔说 因为周星驰的电影最大的主角是他自己 去拍他的戏 不会有什么发挥的 他是因为太了解老友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周星驰的电影个人特色太鲜明了 别人的确很难演出各种精髓 但韦仔的话经常被媒体曲解误读 关于他们骄恶的流言时常传出 还有人说 他们的友情早已不复当年 曾经相濡以沫 终究还是要相忘于江湖 但事实呢 2000年 梁朝伟平花样年华里的周牧云一角 拿下嘎那影帝 周星驰第一时间带上酒 并且带着他的姐姐前去祝贺 给老朋友开派对 周星驰过40岁生日的时候 梁朝伟也专门从国外飞回来 为他庆生 梁朝伟2013年为了拍一代宗师 去学了咏春拳 星爷得知后 热情地指点他咏春的套路 估计 当时梁朝伟心里也在暗笑 就这样一个较之的老顽童朋友 好无奈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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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